第五十八屆 戏曲节目男主角奖 得奖的是 薛世玲 台湾犯罪故事出轨 不得父亲疼爱 又嫉妒弟弟的长子 在火车出轨案中 背负着难以承受的真相 完美呈现 林学庆内心的挣扎与矛盾 谢谢 一路上支持我的家人还有朋友 谢谢辛苦的评审们 谢谢观众 谢谢我亲爱的团队 谢谢作品 我很幸运 再次谢谢大家 我会继续努力 大家好 我是五十七届 金钟市地 陈亚兰 谢谢 今年台剧发展非常蓬勃 感谢文化部文策院提出黑潮计划 支持影视产业 我相信 应该有更多不同面貌的作品产出 但是千万 我们也不会再继续努力 相信依依我们的努力 一定让更多更好的作品走向国际 对不对 只要有充足的资金跟资源 就会有更好的作品 有无后顾之忧的制作团队跟演员 今天入围男主角的五位演员 我不知道你们缺不缺钱 但是呢 你们绝对不缺实力 这边啦 没办法 这边也是男主角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来看 入围的有 好不好 戏剧节目男主角讲 入围的有 我一定会抓到你 你玩玩了 吴康仁 模仿范 探草文创事业舞会有限公司 现在不是放弃的时候 要问吗 这部分最大的 李明忠 台湾犯罪故事 生死困虚 独影制作电影有限公司 还有谁可以摆平 你说我不特别 姚纯耀 模仿范 汉草文创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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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天顶来啊 蔡昌县 五千来提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你还不错 我这是太爱这样 薛士林 台湾犯罪故事 出轨 独影制作电影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刚才 抱歉 这边看过那边看过 看过那边有五个 但是中间只有一点 第五十八届 戏曲节目男主角奖 得奖的是 薛士林 台湾犯罪故事出轨 不得父亲疼爱 又嫉妒弟弟的长子 在火车出轨案中 背负着难以承受的真相 完美呈现 林学庆内心的挣扎与矛盾 人前的冷血与人后的哭喊 巨大的反差 更令角色立体鲜明 再次掌声鼓励 好棒啊 走这边你不要跟我一样走错了 来 转发声鼓励 转发声鼓励 呃 我 我 谢谢 一路上支持我的家人还有朋友 谢谢 辛苦的评审们 谢谢观众 谢谢我亲爱的团队 谢谢作品 我很幸运 再次谢谢大家 我会继续努力 谢谢 谢谢颁奖的人 也恭喜得奖者 两年前拿到戏剧的影帝 还有迷你剧集的男配角做工的人 生生世世 然后台湾犯罪故事出轨 第三作 呃 哎呀 这次入团的作品 呃 台湾犯罪故事 然后我们入团了十二项 然后前面 呃 共沽 然后甚至说我自己还开始偷偷的有点 沮丧 有点 低潮的感觉 对 然后 所以 呃 对不起 呃 对 我 我觉得我 就真的是 在台上讲的那样 然后我觉得我很幸运 然后 一日上可以遇到这么多 呃 给我机会 不管是帮助我的人或是团队或是单位 然后还有包含所有的记者媒体朋友们 还有观众朋友 然后连 摄影大哥都很爱跟我做人生攻击 哈哈 没有 我我真的很开心啦 对就是我 我 我 我真的觉得自己太幸运 然后我真的没有 什么要多说的我会继续努力 然后 呃 跟大家一起 然后 呃 我们做戏的人会提供更好的作品 然后继续服务大家 然后 大家一起继续 变得更好 然后一起进步 差不多了 好 恭喜薛世玲 哇怎么还是这么可怕 没事没事 你等影后诞生一起合照 你先在旁边稍坐休息一下 换一下 好谢谢谢谢 好谢谢